第四節,涉及到後面的人物,這位是Charles Hapgood Charles很簡單,不用說給大家,Hapgood就是H-A-P-G-O-O-D 他在大約五十年代教書 有一天他教了書的時候,他在名校畢業,他在哈佛畢業 有人問他,這個世界是否真的沒有大陸 他就不會像現在的教書那樣,一句槍斃了你 沒有的! 如果你想尖,大家一起去圖書館查一查 查一查,他查到這份地圖 發覺原來古代航海的情況和我們的設想有很大分別 甚至有些地圖超乎我們現在認知的範圍 不知道為何當時會知道 於是引起他深究,除了沒有大陸之外 除此之外,他亦有涉及到通靈、VV混混的事情 但不是在他工作的時間之內 在他公園之前 這個人物比較特別,就是他社會網絡相當強勁 在第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曾經在中央情報局的前身 O.S.S.S.工作過 即是換知他有參與過特務的情報工作 由此他跟羅斯福總統有一定的私家 及後他寫了一本書 就說,尚算印證一樣在古代 其實整個地殼的轉動 是跟我們現在的現有的狀況很大距離 舉個例,他其中的推算是 現在的南極,其實以前不是在南極 現在的南極以前是在尺度 近著伯母特的附近 有些人根據這個基礎 就說,其實亞特蘭蒂斯在現在的南極 我稍後會再說 但他出了這本書的時候 他得到一個很大的支持 就是什麼呢? 奧恩斯坦和他寫這個序言 但當然奧恩斯坦和他寫序言 不代表什麼 不代表他理論和正確 因為奧恩斯坦也不是這些地學的轉型專家 但他覺得這件事是很值得的研究 他去做這個研究之前 有些人不斷問他 其中就是這個作者的其中一個 當然不是奧恩斯坦和他大概在1978年 因為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有一次通訊 應該是懷疑 就是1982年的12月 就跟他問開這個問題 就收到那一封信 在他臨死前 就告訴這個作者 他發現了一個證據 就是在十萬年前 其實人類已經有一個高等的文明 以及可以學我 你知道這個結果是怎樣嗎? 就是這個作者一聽到的時候 當然是很亢奮 寫一封信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這個證據是怎樣 然後這封信 就是這封信就打回頭 因為他已經死了 那他怎樣死呢? 是被車撞死的 這個車撞死其實就很有趣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發覺很多時候 這些有很突破性發展的時候 往往有這樣的意外出現 記得嗎?John Mack 當然記得 就是那個專門研究外星人老劫的時候 這個人就是 一個出名的記者 不是哈佛的教授 是深理學教授 深理學教授 就是說他被車撞死 那他也是 那他家人就說 他其實是過馬路的時候不小心 就被車撞死後 最後就是 他這個遺言 即是給了這封信 說他在科學 即是在這個 人類在十萬年前 已經有一個很高的水平的科學 這個證據 是找不回 是 是 當然 到這裏就是一個很奇怪 很引起大家去追查 就是說 你不要管他合不合也好 就是他這個 即是所謂的構思證據 他從哪裏來 是吧 其中一個 這個 這個 因為他那個社會網絡比較強 他走到他身邊的人 就是問他生前有沒有透露過究竟是甚麼 是 他找到一個人 但是這個人 根據這個 就是 Colin Wilson 的說法 他就說 其實是麻省其中一大學的教授 但是他不肯說名字 他只是說了一個簡單的名字 甚至這個是化名 就叫做Carl 他就說 其實不是他知道 是這個Carl本人告訴他 即是 你問那個人 就對了對象 是的 不過他不能夠以真名去透露 他只能夠以一個化名去說出來 就是說 其實是 不是他自己查出來的 是有人告訴他 那告訴他那個證據是甚麼 這個證據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一件事 就是 在古代 這個希臘的 長度的設計 其實是 這個地球的圓周的一個比例 第二 就是 里安德塔人 我們說的是幾萬年前 但是現在是 可能被這些 我們的祖先殺死的人 其實他們的智慧是很高的 他們智慧高的地方 就不像現在我們這種 感應的方式 他們是透過心靈感應的方式 去感知 去感知 而事實上 這也是埃及的文明 其中一個特性 是 直觀的思維 是 他就說其實這兩個 才是 他觸發到 他們說 這個 十萬年前 有一種高度的文明 高度智慧文明的一個 證據 那 涉及到這個 尼安德塔人這個問題 就 到了近年 就開始有一些 比較突破性的發展 他原來 尼安德塔人 其實是跟我們的祖先 有過 交入 是 不是純粹說 他們在某個慈團出現過之後 因為某些原因 被 被人殺了 被人殺了也好 或者自己絕種也好 其實我們自己也 本身帶有少少少 尼安德塔人的DNA 有些記憶可能留在我們的心底裡 他們那個智慧 在我們以前的教訓書裡面 就說他們其實是 好像 一些 很蠢的人 不過奇怪的地方 就是他們腦的容量很大 甚至如果我沒有記憶 應該比我們還要大 當然腦大不等於聰明 即是腦大生滿草 看看誰 因為瓊魚的腦都很大 但不等於瓊魚很聰 他覺得是水 但是如果大家又接近一點 而他這個腦的容量這麼大 我們是否可以這麼無斷地說 其實這班人 就一定是蠢人來的 即是沒有用腦 只是用心 或者用另一種方式 來他的思維 現在我們對尼安德塔人的研究 是少 但有少少特別的地方 就是原來他們很喜歡 是會撞人 即是死了的人 他們會撞 而且他們會照顧一些老弱的傷殘 這是從遺下看出來的 跟我們中國原本的傳統 都非常接近 但有一點很特別 就是原來他們喜歡用一些紅色 赤色 就是去塗在那些死了的墳墓上面 所以我們看赤色 我們看到就是他們 藏人的地方 是 嗯 嗯 嗯 那麼從這個跡象裡面來講 就是找到 找到什麼的線索出來呢 第一件事 就是狗狗狗 其實是人類文明其中一個標誌 是 即是你見動物 他們都沒有這個能力去撞 但起碼他們都會 聽說 有些其實他們都會收拾屍體 是 或者有些會翻臉 即是日都叫霧 不過可能是露天 是的 那個屍鞋就這樣躺在那裡 嗯 還有呢 譬如這個豬沙素上的這個 有不同的解釋 其中一個解釋 我覺得就稍微可以參考 它 原來這個豬沙代表血 嗯 嗯 換言之 這個 倫恩德塔人 其實他們可能有一些 宗教上的信仰在那裡 嗯 是 還有一定的文明的基礎在那裡 嗯 但我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最後是絕衷 是 但是 他們那個文化程度 就不像我們想像中 那麼簡單 嗯 那這個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 所謂偏見來的 嗯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自己很聰明 所以其他那些 即是就算是 住了種或者什麼 我們都覺得他們應該是比我們低等的 但是他有這種儀式 土葬加起來那個 你可以說是做一個記號的那種儀式 那他都已經不是一個叫做 普通的那些 沒有路的民族 是啊 或者不是叫做原始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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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儀式在那裡 是啊 那你綜合綜合 比如說說那個 南極的 不是這個位 嗯 又或者就是這些 即是這些兩種答答人 在這個所謂 這位神秘的人物裡面 可以有一個 即是推論的 這就是這本書的推論 嗯 它就說呢 其實歷史上是有過這個 阿德蘭蒂斯這個地方 是 這個地方在原本 是現在的南極 是 但是不等於以前在 在現在這個地方 嗯 以前的地方 就是 在赤島的那個位置 嗯 甚至可以說的是 以它的角度來說 在地球的中央 嗯 但是後來經歷過一次 很嚴重的一個天災 是 這個天災呢 是在地球上面看 好像是整個 整個天體的 塌下來 但實際上是 我們的地球 移動了 地球移動了 很多東西都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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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天火焚成 上下瘋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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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令到這個地方 是滅亡了 嗯 但是他們有些遺跡 遺留了下來 嗯 那究竟這群是什麼人呢 那原來這本書 原來兩個作者有矛盾的 是 就是Colin Wilson和另一個作者 就是收到這個 就大家涉及到 譬如 這群人 這個阿達人帝斯 是不是寧安德塔人 這個問題 是 所以這本書裡面 就沒有寧安德塔人 詳細的論據 就反而Colin Wilson 他自己寫過另一本 阿達人帝斯 就可能會有 嗯 如果根據這個 最極端的說法 其實阿達人帝斯 就在 現在的南極 現在的南極 嗯 而那群人呢 不是我們現在這群人 嗯 那群人去 溝通的方法 或者他們去傳遞說 是以心靈感應 作為基礎 是 另一種方式 來溝通的 是的 而這群人呢 就是 現在絕了一種 的 尼安德塔人 嗯 最近 就在南極那個 冰雪溶解 那裡 就是發現了一個 熊山 是的 現在那些熊山 裡面的 那些 流流流的 液態水出來 是紅色的 是 是 這個是近期 我一集見 看到的 是 我們可以下一次 拍到圖片出來的 是 是 會 提出 那個應該 就是 傳說的阿特蘭提斯 所在 是的 你馬上 就是 紅色的 液態 流流出來的 是的 有五層樓 那麼高 那麼 這個都幾 細緻的 是啊 真的 我還以為 你流 不是 我都不敢 神秘之 說流的 有沒有 圖片 給大家看 有啊 我真的以為 你說流的 不是 不是 而且這件事不是很久的 不是 是很近 我也是近 這兩個禮拜 是去年 去年 八月 真的 就是這幅圖 是啊 你說說 我也不知道這件事 最主要就是 現在 南極國冰雪的溶解 那時候 其實一直都傳聞 在南極那裏 有個地下湖 不是 傳聞了 這個證實了 我們以前說過 而這個地下湖 那裏 就是找那個叫 古道流傳的 具體線索 裏面 就其中這個叫 熊山 那裏都是其中一之一 現在 這幅 這個發現 他就說 我真的沒有跟他教 他剛才說的 我都覺得 不可能 但是 這個叫做 就是血瀑布 血色瀑布 那裏面 基本上 可能這種叫 血的 就是 尼安德塔人 他們用來 討藏用的 意識那時候 其中的一種物料 都不一樣 你不是聽到我講 你才這樣分析 不是 我聽到你說的時候 我就聯想起 這宗新聞 是這樣的 所以 立刻補充 真的好東西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有這宗 我們不用夾 我們都是同意 我們都是有這些 靈安德塔人的 有些 心靈相通 那個 來做這個神秘之禮的節目 是吧 這部影片 我當然是很重要 他們說很震撼的 如果你看真 是很震撼的 這部影片 涉及到這個問題 例如說 在南極這裏 雖然他移了一位 如果這件事 是有一定的真實性的話 我們可以找到 裡面的 某些的線索 原來發覺 南極也有很多奇怪的東西 其他就是 納稅黨去那裏 插播期 是啦 這個傳說 是近來都出發來的 就是 德國的部分殘餘 去了這裏 是 不是一個叫做 到定途說的傳聞 現在越來越多具體的 那裏有些資料 就是公佈了出來 還有 它裏面也有說 這個 這個 南極的 這個 鼻底湖 裏面那裏 有很多病原菌 病原菌 更加嚴重 因為原來在2011年的時候 有十幾個人 在那裏 駐紮做營救 突然間 是 要寬天 是 好像怪形 突星 好像突星 但是現在越來越 你會發覺 原來 後來這些消息 更加令我們明白 具體了 是啊 如果你這樣看 就涉及到 這個所謂 希特拉去的南極這個 就不是完全 是 注意到他們 那時期 都已經 相信這個傳聞 他是有能力 去找到那種 真實的證明 所以展開那種行動 現在這個圖 就是說 地底湖 原來上面有一個 地底湖 在那裏 如果我沒有記錯 其實現在 主要是俄羅斯的研究員 在那裏 那地下湖 為什麼地下湖 原來是暖的 即是 那個地下湖 本身 就不是 現在這個上面 已經有冰封 但這個 在其他現在來說 已經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遲些全球暖了的時候 其實已經會融掉 會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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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是甚麼 北極其實只得雪 北極融了之後 大家可以在那裏走過 或者飛過 整個海岸線 立即小了很多 不用小了 變成一個小島 南極下面還有 有陸地 那陸地 如果冰封一融了之後 大家就會看到 它原本 它究竟是否真的動過來 這個動過來的意思是甚麼 如果你發現裏面 有一些熱帶的 生物的殘餘 或者化石 就可以假設 它曾經不在這個地方 不在現在這個位置 更加印證你剛才說的 十五世紀的地圖 究竟南極的營 是不是真的 好像那個地圖 因為它沒有冰封的海岸線 總括來說 整件事 我們不需要很 教條式 一定是有阿達人提斯 阿達人提斯的 一定是南極 南極的人一定是 阿達人 反而我想 講了這些資料之後 我想大家 其實可以想一個方式 就是 譬如我們去看一些 古代的建築物 如果我們說 上古的建築物 我們想想它怎麼建 它建的基於 選擇地理的位置 是 座鄉 它是根據一個 甚麼的 動機 原理 原理 譬如指禁城的 紫五線 是否歪了少許 是 不是歪很多 是歪少許 這個歪少許 就很多人 有不同的傳遞 譬如古代的時候 這個古代都不太久 它量度的方位 它們不一定量度很準 是明錯過時期的 應該是 它們新年那條線 它們不可以新年到很遠 一定有偏差 但有些人說不是 其實 它量度的方式 是 有一些很精確的想法 計算 不是一種叫偏差 是 我想它這個線索 就要跟那個 元朝的萬壽公 一起去做一個對比 找到它那個恩友 那個叫偏差的恩友 是 譬如它涉及到更加其他 古老的一些建築物 譬如金字塔 尤其是那三個大的 金字塔 它究竟本身 它那個選址 距離 它有沒有一定的一個標準 這個標準 究竟是地上的標準 還是天上的標準 是 我們都說過得鐵 現在就是 所謂天上的標準 就是 我們都在以前探討過 就是跟所謂那個獵戶座 那三顆星 是對應的 而這個對應 假設有的話 這個 到現在很大爭論 有些人說 其實這個是亂來的 根本沒有這件事 如果有對應的話 它對應 是不是有很多年 即是 是N那麼多年前 對應還是現在對應 是的 還有它對應 如果真的確實 是有對應的時候 它目的是想這樣 又是 大金字塔裡面 其實它有兩條氣管 其實不應該說是氣管 因為 它有一條是一個通道 一條通道 應該是北極星 是 你可以在那個金字塔內 看到北極星的那個文字 即是像窗口 你會看到哪一顆星 另外一顆星 就是看到天狼星 是 提到天狼星 就是 源頭 是源頭 剛才我覺得 古摩星人的源頭 轉色的源頭 不是看到北極星 而是 應該是 烈戶座的其中一顆星 是 這個應該是 Orion 就是 提到Osiris 對應這顆星 天狼 是對應Isis Isis 是那個女的 即是埃及的 古代的女神 這個對應本身 又可不可以trace 其實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推選這個建造的時間 其實它有沒有想嘗試 去back day 或是幾時 令到我們知道 是多久之前去推選 其實這個方法論 就是 很多古代的建築物 雖然建的年代 我們現在有考據 但是建的動機 未必好像我們想得那麼簡單 你再去深入去研究這些方法 假設它是經過精密的計算 這個代表後面有一定的學問 而這些學問 不是像現在我們建的房子那麼簡單 是的 而且它的作用 可能未必是 我們地球人用的 是他們上面放一些東西下來的 是的 那這些選資 如果有這些指釋裡面 我們可以問一個疑問 就是究竟下面 是不是所謂的能量的中心 Cellupon 你所說 Energy Center 好了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個禮拜 不是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是 因為有外遊 是 所以在2018年的第二個禮拜 先跟大家見面 是 新年快樂 公祝大家2018年 事事進步 好 兩個禮拜之後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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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